你整容了是吗 这就是因为别人看你觉得 看你越来越帅了 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网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对比的照片 一张就是我做宣传照那种 对 基本上画成这样的 头发弄好了 然后这个来的 照完了 然后跟戏里边就是 平时刺牙咧嘴被人打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这种的 对比了一块 最近黄渤的这个外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相信现在大家对于黄渤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 虽然他出生于农村 并且整个人的容貌长相也不算精致 但是却凭借着非常精湛的演技和突出的实力 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当年他因为出演《疯狂的石头》而一举成名 之后也凭借着《斗牛》 拿下了台湾电影金马奖 如果看过他很多影片的话 也是会发现黄渤在其中的表现一直都是非常精彩的 而在当上演员之前 黄渤其实是一位唱跳歌手 从少年时期就展露了唱歌和跳舞方面的才艺 还多次参加歌手大赛 在这个圈子里混得有声有色 在20岁出头的年纪 黄渤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蓝色风沙组合 之后他们穿梭着各个城市演出 因此小赚了一笔 后来黄渤退出组合 当了七年的舞蹈教练 所以他自称青岛舞王不是浪德虚名的 参与一个什么演出 然后被一个舞蹈学校的校长也看见了 所以就过来找我说能不能过去教课 我说教课 他是可以说在青岛跳的是最早的 对他因为喜欢 那么就想把这个东西再扩大一下 跟周围的人分享 他有很多朋友 要找他学 他就开始扮巴 像黄家驹的那种长头发 长发飘逸 很帅 众所周知 如果想在娱乐圈发展得更好 高情商是必不可少 提起娱乐圈中高情商的典型代表 就不得不提黄渤的名号 黄渤和严妮合作过电影《斗牛》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农村 影片中两人的造型的很一言难尽 不仅土而且还很脏 在一次采访中 严妮就开玩笑地对黄渤说 我之前合作的都是帅哥级别的 我跟你演夫妻 我就知道我要走向丑星的行列了 面对严妮的吐槽 黄渤却说 我跟你演 我觉得我要走向帅哥的行列了 反夸了一波 瞬间活跃了尴尬的气氛 第一次见他 我说黄渤 我说我跟你演夫妻 我说我知道我要走向了丑星的行列 那我跟你一起演 我都想觉得我要走向帅哥的行列 哎呦 我说你这样说 那我以后不怎么说你了 我要 还有一次 黄渤接受采访 有记者刁钻的问道 如果美貌有罪的话 你觉得你需要被关几年 虽然是个小问题 但是针对的就是黄渤的颜值 黄渤的颜值在娱乐圈并不突出 一直是很多人调侃的对象 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会很尴尬 但是黄渤却没有丝毫一样 毫不犹豫的说 当庭释放 仅仅用了四个字 就凸显了高情商 不仅是面对娱乐圈中的明星记者 对待粉丝观众 黄渤也很贴心 大家都知道明星被观众认错 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黄渤就曾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时他刚下飞机 遇到一个热情的粉丝 对方说 我看过你很多部电影 非常喜欢你 黄渤这才发现是粉丝 也是内心窃喜 后来对方特意强调了 自己喜欢的戏事 天下无贼 钟王宝强饰演的角色 伯哥恍然大悟 对方其实认错了人 最后对方还向伯哥索要签名 伯哥为了不让大家尴尬 顺手签了王宝强三个字 如此处理手段 真可以说是高情商的案例了 说你喜欢你 太喜欢你了 你看咱也没那个 何人影嘛 好嘞何人影 何人影还不算 签个名吧 这怎么签呀 这怎么签呀 好拿来签吧 一想 还是刚才说那句话 不要让人尴尬 咱自己也别尴尬 卡卡卡王宝强 我签上了 也正是因为黄渤的高情商 就连女神志玲姐姐 也是非常的喜欢黄渤 林志玲还曾经表示 黄渤就是自己的理想型 当然因为他们两个人 之前曾经合作过一部电影 所以在一起的时候 看起来非常的般配 很多网友都非常希望 他们能够走到一起 但是没有想到黄渤 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结婚了 她的妻子名字叫小欧 除了和黄渤是同学之外 更是黄渤的初恋 因为很少在公众面前露脸 所以并不被大家熟知 但是他们两个人从相恋到结婚 现在已经携手走过有22年的时间了 这样的一种感情很多人都是不能超越的 虽然妻子的颜值一般 但是在平时黄渤却是有着非常特殊的宠爱 不得不说 黄渤真是太专一了 那么大家喜欢影帝黄渤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